Amy E 我们爱你 神就是如此真实的在我们当中 其实去年Amy E 经历过一个很不容易的日子 去年年头进医院 神一直医治她 其实看见她身体从很虚弱 在ICU 甚至医生说很危险的状况 但见到神如何医治她 带领她 让她慢慢的康复 不但Amy E 还一日比一日 一日比一日比一日更年轻 刚才看的照片我都觉得 原来当时是这样的 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是不是很漂亮? 我们将掌声给我们的神 多谢Amy E 我们知道神是好神 祂爱我们 拯救我们 医治我们 就医治到底 所以我们很相信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最好的 我相信大英姊妹 大家多或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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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曾经患病 是不是? 有没有人从出生到现在 我未病过的? 有没有? 我几个人举手 我真的很想认识你 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或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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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病过 我们知道当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的家人 在患病当中的时候 其实无论是自己 无论是家人 都一起经历痛 或者很沮丧 不知道应该如何做 亦都很期待可以康复 我们相信整个过程 主耶稣都会明白 主耶稣都知道 并且很愿意来帮助我们 耶稣是一个创天造地的神 祂甘愿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生命 付上一个很沉重的代价 祂目的是为了什么? 要拯救我们 要让我们能够得着祝福 同样在灵界里面 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胜过魔鬼 祂叫祂的儿女 即是凡信祂的人都能够得着医治 得着平安 可能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说 我又为什么会生病呢? 那不是耶稣要医治我 或者耶稣要让我得着平安 那为什么我有时候也会生病呢?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做什么? 看医生 一生病的时候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去寻求医治 这是一个很熟悉的方法 但原来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生病少一点 快一点好 就算生病都可以像Amy E 那样迅速的康复 并且可以活得健康一点 所以我们要来说到 在神的里面 我们相信医治是会涌流的 医治是会存在的 并且我们相信 健康是从神而来的 神要祝福我们 就让我们得着健康 无论你信耶稣也好 我们也会认同 健康是一个祝福 对吗? 身体健康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但我们不单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单止去追求长寿 过往很多历代的皇帝 经常练一些先丹 是想让自己长寿 让自己的各位 享受的日子可以长一点 但原来我们不单止去追求长寿 而是要健康地长寿 我们长寿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身体健康 原来这个健康 是从神而来的福气 健康地长寿 更加是神莫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 如何在神内 我们可以健康地长寿 第一个大点 就是健康是福 病是一个咒座 第一个秘诀就是 我们要孝敬父母 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到三节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再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戒命 原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 第一条大应许的戒命 这个应许是什么? 就是长寿 是长寿 原来我们能够去孝敬父母 就能够长寿 这个也是十节里面的其中一节 在这里说孝敬父母 它没有标明父母要做什么 没有说要孝敬你对你好好的父母 或者要孝敬你经常煲汤的父母 它没有标明是什么父母 就是说什么? 无条件 无论你父母是什么 无论你父母是什么性格 有些父母是会比较均裂 他的性格很容易会用比较干烈的话语去骂你 或者甚至有时会出手打你 或者有时父母可能会比较啰嗦 但是其实世纪有没有说到 这些父母不用尊敬? 其实没有的 就是凡父母的就要孝敬 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无论我们的父母是好是不好 他有什么弱点 有什么我们觉得真的不太喜欢 这些行为的话 但是我们也要顺服 我们也要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这个是让我们可以 在这个无福的道路里面 可以走得长寿 亦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明天是母亲节 我们也要把握母亲节的日子 对我们的母亲有一个表示 就是去爱她 去尊荣她 去请她吃饭 送一些小礼物 或者你已经邀请了她 明天来这个母亲节餐会 吃大餐了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行动 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去孝顺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可以在世的日子得福 并且得享长寿 神可以定义是赐福给我们的 除了我们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可以得享长寿之外 其实在第二个小点里面就是 要遵行戒命 神必赐福 我们一起来读 《生命记》第28章一到二节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话 你神的话 紧守遵行他的一切戒命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话 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我们看到在这两节的经文中 有说 如果我们能够听从神的话 这些福就会追随着我们 临到在我们的身上 上帝所赐的福 跟一般的不一样 我们不需要苦苦哀求 或者要一个等价的交换 什么等价的交换呢? 就是 如果你过往曾经有拜过其他偶像 或者接触过其他一些宗教 你就会知道 我妈妈以前也有 就是 她年初就要去许愿 然后年底又要去患神 然后还要带着一些礼物 或者乳珠 祈求这个偶像 他能够还他的心愿 那是带有条件性 以及一些要求 但是原来我们的神不一样 我们的神很善良 我们的神的祝福 其实 这里说到 只要你遵行祂的戒命的时候 这些福就会临到你 当你能够跟着神 去跟神联想 跟祂一谷的关系的时候 这些福气就会追随着你 并且临到你的身上 你可以想象到 就是一些重寒导弹 只要这个目标在你身上 就是现在说 神的祝福的目标就是你 于是乎 这个重寒导弹 这些祝福 无论你去到哪里 躲到哪里 它都会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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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落到你的身上 是不是很好 很好 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好的 就是要我们 这里说到要我们 遵行祂的戒命 其实神的戒命 也是很简单的 在圣经里面浓缩起来 只是十戒 就是在我们之前所说的 在圣经里面说到的十戒 再浓缩一些 可能十戒 你也说我们有些都不记得了 不要紧 再浓缩一些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爱神 爱人 爱你见不到的神 我们感受得到 爱我们的天父爸爸 爱我们身边的人 这个就是一个神 给我们一个戒命的本意 当我们能够去爱神 爱人 慈爱的神 就能够将他的福 按定目标 从一声就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神的创造本意 是叫人蒙福的 神创造我们 让我们去经历 去经营 并且去接受 他所为我们预备好的 一切的蒙福和恩典里面 但是当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蒙福的时候 我们就思想了 为什么 好像有差点 好像不是这样 那我们就要思想 究竟我们是否活在 一个蒙福的路里面 或是我们活在 一个皱着的道路里面 那为什么会有皱着呢 皱着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小点 不听从神 皱着追上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 在《生命记》的28章15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若不停从夜和话 你神的话 不仅守进行他的一切戒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皱着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刚才师母说过 原来神是一位非常有慈爱的神 他教导我们的十界 就是叫我们去爱神爱人 当我们有爱的时候 一切的祝福都会追着我们 但是相反 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不跟随神的 这个满有爱的道路 往前走的时候 原来我们不是被祝福追上 而是被就座追上 同样都好像巡航到达一样 他会锁定你 一直追着你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的 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分别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的时候 祝福就临到 好了 有些人就会问 为何神这么奇怪 当你不听话的时候 就来就来就来 神是不是这么残忍的呢 其实不是 我们要明白 神给我们一切的戒命 是为我们好的 所以当我们能够听话的时候 我们就少受很多的灾病 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爸爸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小朋友为何会生病呢 小朋友多数病的原因 都是因为吃薯片 喝汽水太多 吃太多冰淇淋 其实也不只是小朋友 大人也会 我师母经常说 好了 薯片没有吃太多了 你要讲道 喉咙会痛的 是吗 那为什么我会生病呢 就是因为不听话 有人叫你不要吃薯片的时候 你不听 所以便生病 所以便喉咙痛 我们又喜欢熬夜 我们又喜欢夜睡 但通常我们爱我们的人 都会告诉我们 不要熬夜 不要太晚了 那样不好 那样不好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我们会健康呢 因为我们听这些好的话 所以天父所给我们一切的戒命 都是好的 叫我们蒙福 但是我们定义选择不听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进入一个蒙福的道路 相反 咒座、疾病 不好的东西 便会追上我们 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 什么是祝福 什么是咒座 当然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好的方法 好的道路 来走 如果万一真的有病 那应该如何去医 最重要的就是要对症下药 让这个医治去涌流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二大点 对症下药 医治涌流 那究竟要下什么药呢 师母 对了 要知取神的应许 和领受医治 我们先来读以赛下书 第五十三章 第五节 和出一及记 第十五章 二十六节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好 出一及记的第十五章 二十六节 又说 你若留医听 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戒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作 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是的 我们要清楚知道 神的应许是要医治我们的 神为我们针在十字架上受鞭伤 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得平安 得医治 惯病不是神的心意 祝福才是 健康才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祝神的应许 当我们身体有病症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样呢 其实我们可以感恩 在身体当我们出现有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好像Amy E 她就是胃痛 那怎么样 立刻看医生 看医生 神又给一个很好的医生 让她很快就知道她发生什么事 于是乎立即的对症下药 立即的去医治 以至到可以尽快的去得着这个医治 其实身体不舒服 其实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警号 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身体上面出现问题 我们要面对了 我们要处理了 亦都是我们能够好好去经历神的大力 和医治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身体一个轻微的痛楚 或者一些讯号 我们要知道这也是一个保护 另外就是 神是有医治的主权的 当我们能够宣称祂是医治的神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信心去面对 并且有信心去相信神是医治我的神 我们相信神是乐意帮助我们 他这里说到 我不将所加于埃及人身上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 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悔改 要听从神的说话 按照神的界命去做事的时候 神的医治就要必然的临到 所以医治的另外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要懂得去认罪悔改 脱离病根就是第二个小点 认罪悔改脱离病根 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经文 在《猎王记》下二十章第五节 和诗篇三十四篇的第十八节 你回去 高苏我闻的君 欺世家说 夜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吐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医治你 到第三日 你必上到夜和华的殿 诗篇三十四十八节 夜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我们将这两节的圣经拼在一起 然后标题就是 认罪悔改脱离病根 可能大家就会问 认罪悔改和病的关系在哪里 刚才我们前面有说过 如果我们听神的说话的时候 疾病和奏作 没有那么容易靠近我们 但是相反 如果我们不听的时候 疾病和奏作很容易臨到我们 好了 但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不听人说呢 其实就是你骄傲的时候 就是你觉得自己的想法比别人好 我长大了 为什么还要听妈妈说 我有权夜睡 我要主宰我的人生 我喜欢享受夜晚的时光 我天天才睡 我夜晚就不睡 因为又不知为什么 夜晚的电视节目精彩一点 夜晚的朋友会活脱一点 夜晚的朋友会有空一点 所以我还要享受夜生活 我有我的看法 这是骄傲 当我们骄傲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听 当我们不听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走的人生的道路 都会不一样 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听这些好的说话的时候 其实什么时候我们就遭难 什么时候就做就临到 所以原来谦卑和医治是这样来挂钩 但是相反 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 当我们愿意听神 听人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人生就很不一样 刚才圣经里面的例子 好像欺世家一样 欺世家是王 他骄傲 他不听神的说话 所以他病了 病到一个地步 甚至要死 但当他收到这个消息 他知道自己病到要死的时候 他悔改 他谦卑下来 他向神发出那个哀求 神听见他的哀告的声音 神听他的祷告 神就医治他 他就多活了15年的寿命 所以你看见吗 原来谦卑、肯听 都是一个得医治的关键 Amy E也是一样 听子女的话 去找医生 听医生的说话 你便康复都快 所以这个谦卑、肯听 是非常重要 是我们得医治 脱离病根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除了这个认罪悔改之外 还有一件事我们要学的 这个也可以让我们保持健康 就是我们第三个小点 遥书、释放、医治、相同 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圣经 《提波泰》 《马太福音6章14节》 和《诗篇103》的第三节 你们遥书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遥书你们的过犯 他射免你一切罪孽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有没有发现这两支圣经 拼在一起来看的时候 就是将遥书和赦面放在一起 原来我们的人健不健康 和遥不遥书都很有关系 我们如果要健康的时候 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健康 除了身体上的健康之外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心灵里面是否健康 如果我们心灵里面不健康的话 我们身体迟早就会出状况 所以心灵的健康也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心灵的健康 就和遥书射免是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经常都说 激死人激死人 所以人真的可以激得死 但是激死人怎么治 遥书就是最好的药 因为当你走遥书的道路的时候 你就不会激死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被人激死的 我们是被自己激死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不遥书 当我们不遥书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思想 然后我们继续选择生气 一路做这个生气的生气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是自己激死了自己 那个很想激你的人 其实他没有受任何的损伤 只不过是你自己越来越辛苦 神是那位怜悯慈爱的天父 当然他不愿意见到我们 在一个这样的痛苦里面 活在苦毒埋怨 这样的人生里面 所以他就教我们 我们要去遥恕别人的过犯 当我们能够遥恕别人的过犯的时候 我们赦免人 天父就赦免我们 当这个遥恕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放下心里面这些糾结 放下这些包袱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份的轻省就临到你 那份的平安就临到你 心里面的屈结就离开你 当这些屈结 这些苦毒 这些埋怨离开你的时候 人自然就变得喜乐 一喜乐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得意志 因为我们的心灵 重新变得书场 所以原来 其中一个得意志的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懂得遥恕 遥恕是意志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好,来到第四点 第一 彼此认罪,信心代求 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五章 十五到十六节 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 安在精金座上 他的形状如泥巴 亚伦,且皆美如香泊书 应该是用错经文 不是雅各书 是雅各书 所以 不要紧 我这些路读出来 我读不到 大家知道 我有些读写障碍 我不可以看着这些字去读出来 好,我们一起看雅各书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意志 以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这里提到我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正如上星期 阿迪罗牧斯分享的圣经一样 就是摩西为米利暗去代求 米利暗 长大迷风 摩西为米利暗去代求 米利暗就得医治 所以这里鼓励我们可以彼此代祷 互相代求 神愈有信心的人 当我们有患病的家人 我们有患病的亲友 我们能够一起彼此认罪 彼此代求 彼此祈祷的时候 神就能够经历神这个大大的医治 我们不单止 其实彼此认罪信心代求 亦可以让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亲密 教会是一个家 所以当我们可以互相去讨告的时候 我们互相扶持 你知道在患病当中 有人的关心 有同路人是很不一样 就像刚才Amy E所经历的 那些图画是否很温馨 很多的电影节目去探访她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有按摩 当然了 其实因为我们都领受Amy E很多的恩惠 喝了她不少的汤水 到她需要的时候 自然就有人去报答她 其实这些关系 都是带来医治的 不单止要这样 我们还要代表家族弃绝这个就座 我们看两段的经文 都是春街及记二十三章 和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们一起来读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 不可侍奉他 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 却要把神像进行擦位 打碎他们的处像 你们要侍奉夜获还 你们的神 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 也必从你们中间随去疾病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 有没有 没关系 读给大家听 我实在告诉你们 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犯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一点就是代表家族弃绝咒座 为什么要代表家族弃绝咒座 我们都知道世上有一样东西叫做遗传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遗传 我很明显地遗传了我爸爸的发型 这是我小时候最不想得着的遗传 但是无奈也是得着这个遗传 但原来这个遗传除了在身体上的基因之外 在属灵的东西都会有遗传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代表家族弃绝咒座 就是我们要将一些不好的属灵的遗传 在那里弃绝它,在那里切断它 譬如就像我太太那样 她的妈妈以前是扮偶像的 所以我们都要在祷告里面 弃绝这些偶像的不好的东西 让它不至于落在我们身上 因为其实在属灵 我们都知道有两个世界观 有属灵的世界和属物质的世界 它们是会互相影响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属灵的围住 让这些好的祝福一路代代相传 一些不好的属灵的东西 我们都要在祷告里面 把它指住、把它弃住 以至它不会再影响我们 因为当我们灵里面不健康 灵里面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身体都会出状况 所以我们不单要对付我们身体上的 那些不好的习惯 或者不健康的东西 我们也要有好的属灵的习惯 属灵健康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整个人 身、心、灵才可以健康 我们就可以继续走这个蒙福的道路 好了,我们相信神是医治了 我们得到医治了 之后如何去持守这个医治呢? 因为其实病,你知道有时候 有时候康復没有多久 可能隔一段时间又生病了 但是我们怎样可以 不会这样反复地病了 然后康復又生病了 我们要在神里面去持守这个医治 有四个秘诀 第一个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我们一起来读《针言》第十七章 第22节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悠伤的灵是骨骷肤》 我们相信当一个人能够保持着很开心 很感恩的时候 身体自然会非常健康 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情绪而引发起的 当我们很多时候很忧鬱、很不舒服 整天都承认自己的病 小时候有没有试过? 我小时候就经常试 第二天不想上学的时候 那一晚就承认自己 我明天一定会发烧 我明天一定会肚子痛 我明天一定会不舒服 果然第二天起床 就是真的有点不舒服 因为躺在床上是最舒服的 所以就觉得自己很不舒服 也是真的很不舒服 那就生病了 其实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想法 去带动我们的身体一些状况 所以能够保持心境开朗 喜乐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良药 而忧伤的灵会使骨枯干 忧伤是会让我们 越忧愁就越老 或者越不健康 所以我们常常都要开心 最重要的开心是如何? 是保持一个开心的社交圈子 当你和一群很开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很开心 这句说一句 自然有什么优秀都会抛下 不要想着 所以我们回教会是很重要的 回小组是非常重要的 在小组里面 在教会里面 大家鼎子妹一起去分享 一起去开心 一起去喜乐的时候 让我们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青春 简单说 就是喜乐能医百病 就算你身体真的有病也好 但我们都知道 原来开心的人 喜乐的人 是好得特别快的 所以医生都告诉你 这个病人心境很重要 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了 靠他自己 就是看他自己是否可以活出 这些是否电视剧的对白 经常都听到的 不过是事实来的 如果那个人 他里面很积极 很正面 很开心 就算他患病 他都好得特别快 我自己都经历过 像ABGE一样 一年而已 可以转唱是什么? 云光换发完全是变化 康复 我自己都经历过 我都断过两只脚 然后就要坐轮椅 滚住 但是我里面是很喜乐 所以我哄得很快 快到一个地步 我回去复诊的时候 医生都告诉我 你真的哄得很快 你可以不需要再来复诊 然后他就多口问一句 你刚才是怎么来的 然后我说我自己开车来 然后他说 你开车来? 我说是 我也觉得我没事 他说你走两步都让我看看 那我就起床走给他看 走完之后 他说行了 你连拐掌都不用了 他说你已经康复了 你不用再来了 真的 当一个人开心的时候 当你里面很积极 很正面的时候 就算有病 你都会好得更快 因为这个喜乐是神赐给我们 神告诉我们 喜乐的心是良弱 我们要尝尝在这个喜乐当中 那我们如何才可以保持那个喜乐呢? 其中一个秘诀就是 尝思想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我们喜乐的传言 神的话语是我们力量的传言 神的话语能够创造天地 亦都能够带来医治 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 在这个针言四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 我而要留心听我的言语 則以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传记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弱 看不看见 原来神的话语 不单是医病的良弱 甚至你得着他就得着生命 当你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进入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会带领你的人生 一直往前走 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生命 有医治 所以我们要持续在医治里面的时候 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将神的话语 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放不下负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充满了正能量 这个也是原因 为何我们的教会会有神土 神土就是很希望每一天 我们都带着神的话语 进入我们一日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不会将神土 放在晚上的 因为在晚上 你放了这些话语之后 你就教猪猪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桌上 当你听着神的话语 领受那一日新鲜神的说话 充满力量 充满一个正能量的 正向思维 然后你去面对你一日的工作 是不是很不一样 不单只面对你一日的工作 亦都面对你一日的人生 神的话语 是我们一切的力量的传缘 当我们能够这样去捉神的话语 跟着神的话语 来到向前走的时候 前面我们都说过 原来当我们这样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像导弹锁定了你一样 无论你走到天脚底 祝福都会追上来 你就会经历那种法王 经历那个医治 所以神的话语 不单只带来祝福 亦都带来医治的能力 好 接下来就是 要用良言祝福身体 我们一起来读 针言的十六章二十四节 良言如同疯狂 使心觉甘甜 使骨得医治 我们都很相信 我们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当你去说一些好的说话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祝福 当你说一些不好的说话的时候 就会跟着不好地走下去 所以我们要带来 身心灵的改变 我们要用良言 就是用好的说话 去祝福自己的身体 譬如说 有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些莫名的痛 或者有些不舒服 通常我们会如何 一旦有不舒服的时候 唉… 糟了,又不舒服了 对了,这些就不好 相反就是 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另一个方法 就是按着我们不舒服的部位 就是说 你不舒服? 我为你祈祷 我祝福你 我祝福你 你要起来 你要健康 你要起来 你要为我身体的效力 你要慢慢的痛楚 要离开你 你试试 当你这样祝福的时候 那些痛楚真的会离开 当你这样祝福他的时候 你的身体真的会为你而效力 当你好好地照顾你的身体 爱你的身体 去祝福他的时候 这些状况 就能够按照神所安排的计划和设计 一样 让你的身体能够得着医治 所以我们要换个方法 我们不要经常会 唉…又来了 唉…糟了… 或者有些中国人都会 哎呀…死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离开 不好 我们要祝福他 你要健康 你要起来 你要为神局 我的身体要为神局去考虑 第四点就是 要敬畏神远离恶事 敬畏神远离恶事 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五章第八到九节 然后约翰… 耶稣对他说 喜来拿你的玉子走吧 那人纳克传遇 就拿起玉子来走了 后来耶稣在殿里预见他 对他说 你已经传遇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好,读完针言的第三章七到八节 有没有? 针言 我们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子 滋润你的白骨 好,这里说到 耶稣医治了一个坦子 在护堂里医治了一个坦子 他就拿起玉子 向前走 然后耶稣再见到他的时候 就跟他说 你已经传遇了 不要再犯罪 其实耶稣也知道 这个坦子的病 是因着他罪的缘故 所以就得了这个病 但当耶稣医治了他之后 就跟他说 你不要再犯罪了 那是否耶稣罚他呢 又或者是 你不准再犯罪了 那样呢? 不是的 耶稣其实是不想他再得病 不想他再陷入一个病的咒座里面 所以就劝他 你不要再犯罪了 你已经得医治了 你不要再犯罪了 你就能够健康了 于是我们就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的疾病 都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或者我们不听话的缘故 而得利的 但是当我们得了医治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犯了 所以医生也会跟你说 记得以后要听话 有些东西不可以吃的话 就告诉你 记得要戒口 医生经常说这些 记得啊 记得啊 就是因为想你听 是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太任性 任意妄为 我们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们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并且持守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们能够得着医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去到 离告神的面前 去同神悔改 并且能够去立志 不要再犯罪了 好 最后的总结 就是我们要 梦神的怜悯 医治有时 我们看两段的圣经 春间及记 二十三章二十五节 和传道书 三章一到三节 你们要事奉夜 或还你们的神 他必赐福与你的良 与你的水 也必从你们中间随去疾病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 都有定期 生有时 死有时 灾众有时 拔出所灾众的也有时 杀禄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第一段的经文告诉他们 你要事奉与你的神 他必赐福与你的水 你的粮 也必从你们中间随去疾病 原来当我们去事奉神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都会变得健康 当我们去事奉神的时候 神会祝福我们的水 我们的粮 甚至让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质病都可以得以免除 问题就是 什么是事奉神 不是我们所想的 就是我们要为神去做牛做马 这样看 神就好像很功利一样 这里所说的事奉神 就是我们和神有一个 非常健康活潑的一个关系 原来当我们和神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变得健康 我们的财物 我们的粮 我们的水都会蒙受祝福 因为神根本就是一个祝福的神 所以当我们和祂关系很好的时候 祝福就会跟随着神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这个是蒙福的秘诀 等于一个人很开心 他去到哪里都是很开心 他就会把开心带到那个地方 神是那个赐福的源头 所以他去到哪里的喜乐 那个祝福就去到哪里 而这个事奉 其实就是我们和神有美好关系的 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和方式 当然今天我们一讲到事奉 就是大家要来到教会里面 其实来到教会里面 最大的目的 是我们和神去联想 让神进入我们生活里面 让我们活在神的同在当中 这一切的福分都会临到 我们有神的 每天生病都会少很多 我们会越活越年轻 我们的同工团队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去到哪里都有很多喜乐 我们去到哪里都牢牢吵吵 这个就是我们去事奉神 然后传道书告诉我们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杀路有时 医治有时 策位有时 建造有时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相信神 知道万事都在神的手中 神的医治有祂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患病 但是我们能够相信神 等候神的时候 将我们的心里面一切的难处等等 交托在神里面 相信神的主权 相信跟随神的节奏和时间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神 我们要跟神联想 亦都要进入神的节奏里面 就是万物都有定时 那神的节奏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能够进入神的节奏 我们就会健康的了 神的节奏是什么呢? 六天工作 一天休息 所以神的节奏是告诉我们 工作 休息 所有东西都有时间 不要违反这个时间 神创造这个大地 神创造时间 神定立这些季节 节旗 其实我们能够跟着这个节奏 我们就健康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晚上不睡觉 晚上才睡觉 这个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受亏损 因为神所创造的时间的节奏 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能够这样去跟从神 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也跟着神所设计的这个节奏 来过我们一生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 自然就会非常健康 非常长寿 然后我看到我们下面两个中医 不断在这里点头 所以果然医生听就会不同 医生就知道 这个节奏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因为很多病人就是不听话 所以违反这个生理的节奏的时候 结果我们就搞到自己一生病 所以原来病是我们自己搞回来的 病不是神的心意 神要我们得那个的祝福 但是得祝福那个的源头 就是我们去认识神 认识神创造这个大地 所有的节奏 所有的安排 当我们能够这样将神带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跟着神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你就发觉 无论是你的身体 你的心灵 都是在一个健康 平安 喜乐的一个状态里面 这个就是蒙福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领受 让我们得着这个健康的生命的源头 但这个源头就在我们的神当中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进入敬拜里面 我们在敬拜里面 我们与神去联想 在敬拜当中 我们闯开我们的心 闯开我们的灵 邀请神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让神的同在降临在我们的里面 在你把这些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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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长生处 我给你把这些爱 在你把这些爱 你把这些爱 你把这些爱 祝你是受恨的晨光 在你身體的一天堡 望我 前進我 在你寶座前 有生命誰擁有 根性依止我 充滿我 前進我 在你寶座前 有生命誰擁有 根性依止我 充滿我 充滿我 我想邀請我們所有弟兄姊妹 我們一起閉上我們的眼睛 當我們合上我們的眼睛的時候 求聖靈運行在整個會場裡 在我們的生活裡 是否有很多重擔 在我們的心裡 是否有很多東西記掛 以致我們很難進入那份安息 平安的裡面 我們的心上上坦剔不安 裡面有很多憂慮 這些憂慮成為壓力 讓我們感覺孤單 甚至是沮喪 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走 今天 神在我們的面前 耶穌說 孩子把你的重擔交給我 煩惱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神要泄去我們身上 一切的壓力、重擔 神要解決我們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當我們能夠接受 相信這位主的時候 祂醫治的能力要臨到你 祂要將你裡面一切的鬱結 一切的重擔 到全然的挪開 所以我想問在我們當中 有沒有朋友,你還未曾相信耶穌 未曾將耶穌摺在你的心裡 今天我向你發出這個邀請 你相信耶穌 因為耶穌要來幫助你 除去你裡面一切的壓力、重擔 祂要將醫治賞賜給你 讓你的身體、心靈都得著意志 進入自由、興省、健康、喜樂的裡面 有這樣的朋友 你今天願意相信耶穌的 我邀請你可以輕輕舉起你的手讓我體見 我要特別的來為你祈禱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座位上 輕輕舉起你的手讓我體見 在鏡頭前的朋友 我們邀請你和我們一起來祈禱 透過這個祈禱 把耶穌邀請進入我們生命裡面 請你跟著我一起祈禱 親愛著耶穌 謝謝你 謝謝你對我的生命說話 我向你承認 我是一個罪人 走自己的道路 不聽你的話語 但今天我願意相信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和我生命的主宰 我將我的生命交給你 求你幫助我 除去我一切的重擔 叫我得醫治 主,我感謝你 聽我討告 奉耶穌基督的命 Amen 第一次會我們繼續閉上眼 聖靈求你這一刻就進入整個會場的裡面 我奉耶穌基督的命釋放醫治的能力 現在就要進入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的生命裡面 主,你幫助我們 主,讓我們能夠領受這個醫治 領受這個醫治 主,願你的能力 臨到在我們的當中 主,你的能力臨到在我們的當中 聖靈,你這個時候就進入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 主,你親切地來觸摸我們 主,我奉耶穌基督的命釋放醫治的恩告 醫治的能力 現在就要進入每一個弟兄姊妹的生命裡面 主,你的能力與我們同在 弟兄姊妹,神的醫治要臨到我們的當中 我們的堅定是相信神是好神 並且祂的祝福就是要讓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在我們安靜在神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來反省我們的生命 聖靈,你的光進入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光進入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光進入我們的生命裡面 如果你是弟兄姊妹 你知道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很多時候都會放任 或者放縱 或者你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你明明知道晚上睡不好 但是我卻是要恨著自己 還有一點精神 我就要熬睡 我就不睡 明明知道亂吃東西 吃不健康的東西是不好的 但是我恨著我喜歡 我忍不住口 我就偏要去吃 偏要去吃 好嗎?這一刻 或者我們當中的弟兄姊妹 仍然會有瘀酒的習慣 可能我們會喝很多酒 甚至吃煙 讓自己身體不好 這刻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先向神去認罪 我們先來到神的面前 跟神去認罪 神,我知道你的心意是美善 但是我卻是放縱我自己 我們先開聲 如果你是有瘀酒的習慣 你是有吸煙的習慣 或者你是有放縱自己 無論是在飲食 時間上 都沒有辦法折制 你先來到神的面前 去看一聲 跟神去認罪 對方的心意是否有瘀酒 然後你會有瘀酒 你會有瘀酒 你會有瘀酒 一切因著不愛識身體 因為沒有節制而帶來一切的罪和權勢 都要從我的弟兄姊妹身上 完全離開、完全退去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拿起聖靈的武劍 斷開弟兄姊妹和一切隱僻之間 不敬虔的雲結 一起吃煙的靈 一起喝酒的隱僻的權勢 都要從我弟兄姊妹身上 完全離開… 推倒耶穌基督的腳趾 主耶穌,你的補血 涂抹他們 再讓他們的心靈 在你的愛裡得著滿足 他們不再需要靠吃煙 不需要靠喝酒 去麻醉自己、填補裡面的空虛 而且因為你的愛已經充滿滿 醫治他們靈裡一切的需要 一切這些隱僻的權勢 都要完全離開 以至到他們的身體越來越健康 以至他們的心靈越來越滿足 越來越喜樂 主,我們感謝你 在我們的弟兄姊妹裡 有些人… 我們仍然在心裡 常常都很容易憤怒 很容易捉住,不搖書 覺得是你得罪我的 是你… 你對我不好 於是我就抓住你 我們不要如說 我常常都會憤憤不平 並且讓自己很憤怒 在這些情緒、在這些壓力之下 讓我們的身體都會出現狀況 出現問題 但是今天神好好地鼓勵我們 在這刻 我們都會開口 如果你知道 你心裡仍然有些東西 你是在捉住,你不願意放 你是沒辦法去搖書 你都會開口地跟神說 神啊,我知道我不行 但是你可以 神啊,我依靠你的恩典 我願意放手 我們都會開口地向神祷告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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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书在耶稣的道路 耶稣在十架上 遥书一切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所以耶稣也鼓励我们走遥书的道路 唯有遥书带来平安 带来释放 带来自由 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当我们姐妹愿意去遥书 曾经伤害他们的人的时候 我奉耶稣的名乃圣来布剑 团开弟兄姊妹和这些人之间 一切不敬虔的困结 一切的苦毒 一切的恨 一切的负面思想 都要从我弟兄姊妹里完全离开 完全退去 退到耶稣基督的脚前 因着五遥书所产生的 在他们身体上任何部位的痛楚 都要伴随着这遥书 一起离开,离开,离开,退去 一切的肩颈痛都要完全离开 一切的骨头上的痛痛 都要完全离开 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宣告 释放医治的能力 进入在姐妹的生命当中 如果你有胃痛 你常常都会不自觉胃痛 你可以把手按在胃部上 圣灵今天要医治你 圣灵今天要医治你 特别你知道 这个胃痛是因为压力的缘故 压力性的胃痛 我奉耶稣的名 斥责这切压力性的胃痛要离开 主耶稣 你除去他们身上一切的重担 一切的重担都要离开 主,你的医治现在就进入他们当中 医治他们 却让他们的身体可以起来 为他们来效力 主,我们多谢你… 愿你的医治继续在我们当中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举手 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主的喜乐、平安、与你同在 叫你身心灵都健康 活到120岁 并且健健康康、风风足足地 来福祉神 主,我们向你发出这个祷告 主,我求你在天上随听英勇我们 让我们每个体型姐妹 都经历你奇妙的医治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把最大的掌声归序耶稣 我们今晚的崇拜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再次祝福大家 母亲节快乐 需要祷告服侍的 电影节目可以来台前 我们有施知祷告服侍队 为大家来到去服侍 啊 我以为这些小思街 不太好 我以为这些小思街 能不太好 赶会你 我给你的帅子 是 我给你的帅子 你们想得 我给你帅寠 我给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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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我给你帅 我给你帅